新兵脱下死去士兵的衣服 全部打包装上火车 再丢进水时洗去血子 晾干之后 再由缝纫机团队不好破斗 一件崭新的军装自此诞生 新兵导罗满心欢喜地领取军装 却发现军装上有别人的名牌 他以为长官发错了衣服 长官不慌不忙地摘掉名牌 说衣服对于那人来说太大了 你穿正合适 新兵喜滋滋地接过衣服 却不知这是长官对于新兵惯用的说辞 回到宿舍 新兵们兴奋地穿上带有别人亡魂的衣服 第二天 他们就乘坐卡车去往前线 可还没到前线 就被一个医护兵拦了下来 说要借用他们的车运送商品 士兵们不得不途步前往战场 保罗和他的三个新兵朋友一路说说笑笑 忽然一枚炮弹起来了 士兵们迅速掏出防毒面具戴在头上 可老兵们却说太慢了 这样下去会死 好在这次敌人头下的并不是服气的 随后士兵们继续前进 很快抵达战号 新兵们被要求用自己的头盔咬出战壕里的积水 但这水实在太平 保罗的双手很快失去了知觉 老兵走过来告诉保罗 把手伸进衣服里就能够了 不得不说还是老兵有经验 晚上 保罗和战友趴在战壕里观察敌人动静 黑暗中发现一个身躯正在蠕动 保罗立即抠动扳机打死了那名法国伤兵 可当他抬头查看情况时 突然一发子弹将他打倒在地上 好在保罗命大没死 小钢盔还挺管用 老兵听到动静也赶不过来 他告诉新兵们 打完一枪必须立即转 因为位置一旦暴露 必定会遭到敌人击杀 突然一发照明弹划过夜空 紧接着一枚炸弹起来 士兵们立即躲进地宝 外面的轰炸声接连不断 地宝也开始慌疼 一名新兵犹豫太过紧张 不顾劝阻冲出了地宝 直接被炸成了碎饼 敌人的炮火太过猛烈了 地宝很快坦坦 不少士兵都被尘土掩埋 幸运的保罗再次捡回一条小命 老兵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保罗 吃完之后长官丢给保罗一个小袋子 保罗拿着小袋子来到尸体面前 将尸体身上的名牌摘下来装进袋子 此时保罗忽然发觉踩到了什么东西 俯身一看原来是好友的眼睛 保罗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翻开脚下那具尸体 果然是自己的好友 保罗痛苦不已 这是新兵第一次见到战场的参加 由于德国军队里占领败 伤亡惨重 上级领导不得不开始筹备停战先 由于长久的战略 士兵们很快陷入了物资紧缺的地位 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老兵经常带着新兵溜进农库家里 偷吃他们的食物 就这样维持升级 很快小队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上级命令他们寻找一支失联的队友 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向前寻找 废弃工厂内时不时传来刺敌的腐臭物 保罗走进去查看 里面竟躺着密密麻麻的尸体 这是坦克第一次亮相一战 士兵们朝着坦克拼命射击 却根本伤不到坦克分毫 坦克迎着枪林弹雨一路前行 保罗亲眼看着战友被坦克碾压至死 坦克上的机枪不停地对着德军士兵防守 士兵根本来不及逃跑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敌军的坦克势如破竹 很快就攻破了德军防线 老兵掏出一枚手榴弹朝着坦克飞奔而去 迅速将手雷塞进坦克履带 成功摧毁了一辆德军坦克 眼见这招可行 士兵们纷纷笑死 通过炸毁履带时坦克失去动力无法前进 当坦克兵爬出来逃命时 早已等过多时的士兵直接将其击毙 可德军的麻烦不止之心 保罗听见身后传来阵阵惨叫 回过头发现敌人正拿着喷火器焚烧士兵 德军士兵被吓得仓皇逃出来 他们举起双手向法国军队投降 可敌人根本不给他们活命的计划 毫不留情地扣动了扳机 在老兵的带领下 德国士兵迅速扛起弹要逃离战场 炮弹不断在德军士兵身边爆炸 轰炸机也加入了战场 保罗连滚带爬翻进水坑 出上战场的他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保罗立即趴在水坑装死 顺利躲过了法国军队 可以回头发现一名法国士兵正瞄准他 可忽然一发炮弹炸倒了法国士兵 保罗迅速拿着刀来到士兵身边 朝着法国士兵疯狂吐刺 这是他真正杀的第一个敌人 看着还想骂人的士兵 保罗抓起一把土色进法国士兵嘴里 随后拿出举起帽子试探坑外的情况 帽子直接被一枪打飞 保罗看着士兵还没死 忽然圣母星爆发 挥刀划开士兵的衣服 拿出纸血棉准备救活士兵 可还没等他将纸血棉按进去 士兵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保罗翻开法国兵的口袋 看着他妻儿的照片 惠疚之心油然而生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晚上 保罗独自一人回到游地 却发现刚刚打了败仗的士兵 正在兴奋地欢呼 保罗从战友口中得知 交战双方马上就要签订停战协议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 德军的伤兵营里惨叫声一片 地面上冲出大量血水 保罗来到战友身边 他将停战的消息告诉战友 殊不知战友已经得了 严重的战后心理创伤 竟然在吃饭时 用叉子戳穿了自己的脖子 此时民主党和法国高层 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 协议约定战争将于六小时后停止 德国士兵来到法国人家里偷大碗 可东西没到手 反而被农场主发现了 农场主朝着两人不断射击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逃跑 保罗忽然发现口袋里的鹅蛋碎 老兵立即拿出饭盒接住蛋液 接着掏出小刀将蛋液绞碎 两人就这么直接喝了起来 随后老兵来到树林方便 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老兵警惕地转过身 却发现农场主的儿子正拿枪指着自己 保罗突然听到了一阵枪响 于是立即向林中跑去 却发现老兵重大 他的腹部流血不止 保罗立即扶起老兵赶往占地医院 保罗尝试拦下路过的车辆 可没有一辆卡车为他们注决 此时老兵已经陷入昏迷 保罗只好扛着他走 进门就赶紧喊医生 可医生却告诉他准备后世吧 原来击中老兵的那颗子弹上了 早在半路老兵就已经失去了呼吸 只是保罗一直没有发觉 从他参军以来 老兵从来没有嫌弃补他 屡次就他幸运 老兵的牺牲对于保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长官集结了营地内所有的士兵 先是宣布了停战的事 接着又命令士兵们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要求他们必须在六小时内夺回市地 部分士兵已经厌倦了战争 他们拒绝参战 却直接被长官就地正法 保罗带着满脸的无奈 再次走上了战场 此时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有15分钟 德国兵各个无精打采地踏上战场 法国兵也立即进入作战状态 最后的战争已经打响 此时的保罗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的切入 一路冲锋陷阵杀进德军战后 一名法国兵冲上来与保罗扭打在一起 可对方力气实在太大 保罗直接被按进了泥坑里 危急时刻 保罗抓起一块石头砸向敌人来 法国兵起身准备捡起手枪 保罗上去将他撞进了山洞 两人迅速爬起 准备继续战斗 可忽然背后出现一名敌人 直接刺穿了保罗的心脏 紧接着门外传来的停战命令 法国士兵也没有继续攻击 很快离开了山洞 身受重伤的保罗颤抖地走出山洞 此时的战场上 双方士兵正扶着各自的伤员走向自己的阵地 保罗用尽最后一口气走出山洞 他想在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 此时一名新兵正在 正在收集阵亡人员的名牌 像保罗刚来时那样 可这次 却是别人来收他的名牌 保罗最终还是没能回到自己的国家